好 那麼除了剛剛劉醫師講到的 傷寒瑪麗之外 那麼據說過去有上百人 集體中毒的事件 劉醫師 有 我記得有一次 那個時候是民國 我們在臺灣閱兵 最後一次是民國八十年 之後就不叫閱兵了 叫做國防展示 那閱兵很多部隊 從中南部調到臺北來 那要踢正部 部隊踢正部 那時候你看他的一個方陣隊型 踢得非常好 那個長官覺得很欣慰 就加菜 加菜 結果我記得有一次 突然接到一個通知說 大量傷患 我的印象裡面 大量傷患我們的定義就是 一次來超過十五個人 一次一個事件超過十五個 十五個人就十五個人 我們醫院也不是小醫院 應該應付得來 結果一看不得了 那個護理部主任 那個上面 完全都是黑色的槓的 那個人出來鋪床 為什麼 因為 什麼叫做什麼護理 全部都是槓是什麼意思 護理原來上面沒有條紋的 就是一般護士 擺擺的 上面有條紋的 有條紋的就是 副護理長 護理長 一條還是兩條 督導 對 督導 槓越多是越大的官 最大官的那個人都出來鋪床 為什麼 因為要開戰備病房 那最槓的官是幾條 最大官應該是至少四五條 四五條還好 遠遠看就是全部都是 已經不是白的 變成黑色的 他出來鋪床 我們一個戰備病房是六十床 他要鋪兩個戰備病房 我說不得了 我說到底什麼事 他說一個憲兵營 那個營出現了 集體的腸胃炎 現在都在急診室 現在急診室忙得全院動員 所有的醫師通訊 去那邊幫忙 所以一下來一百多個人 一百多個人 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 是 所以連這個護理長都要來鋪床 因為這一下子人手不足 趕快要把床鋪起來才能 要不然急診室擠爆 真的 擠爆 不然要叫阿兵哥 自己拉肚自己鋪床 他們要先拿一個塑膠袋 袋子 包大人 不過有時候以為是食物中毒 可能不是會誤診 可能不是 有一個 在民國八十三年 有一次 一家醫院在南部 一家醫院 那小學生出去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 結果突然發現這些小學生肚子痛 肚子痛就帶到某一家醫院去看 一樣那家醫院 小醫院一看 哇來這麼多的 大量傷患 結果醫師一檢查 又下腹痛 盲腸炎 去開刀了 結果這一群小朋友當中 有十一個人被診斷成盲腸炎 那我偷臨 怎麼可能十一個小朋友 突然盲腸炎 我的印象裡面 盲腸炎應該不是傳染病 現在聽起來好像是傳染病 後來還是有一些肚子痛 但是不敢再開下去了 再開下去會是大笑話 當然後來 後來那些應該是腸胃炎 應該也是食物中毒這一類 腸胃炎 然後把它當成盲腸炎 因為痛在右下腹 壓下去就會痛 壓下去 有些有的醫師壓得很深 用力壓下去放開 痛不痛 痛 你說痛 那就有可能 不然連我都不是醫生 我都知道不可能十一個 同時盲腸炎 所以那一次這個事件 醫學界聽起來都覺得 不可思議 怎麼會有盲腸炎群聚感染 王醫師這邊是 也有孕婦被誤診 沒有 也有孕婦 像剛剛劉醫師講的盲腸炎 可是孕婦的盲 因為孕婦他 不能做任何的 所謂的儀器上的檢查 電腦斷層 超音波都不能看腸子 看不到都是氣體 可是他痛在 他痛的位置偏右 可是因為我們剛剛 像劉醫師講講 盲腸炎的特色 就右下腹 對 就是他 就會在這個地方 那婦科的病人 除了這裡之外 如果是女生 還要考慮 子宮卵巢這些部分 可是孕婦他肚子很大 所以他的痛的位置 他不見得在下面 他是在上面 他可能子宮上來了 他就把那些腸子 都推到上面來 所以他會跟你講 他痛在右邊 右上方 一般的右上方 怎麼可能會盲腸 他就真的把你那個盲腸 給你推上來了 所以他痛的位置 在上面的時候 他就一直沒辦法緩解掉 他那個疼痛現象 就是一直出現 那一直出現 就沒有人敢動 對啊 就想說 那個我們在觀察 就一直在那邊觀察 然後抽血出來 甘胺指數就上來了 對 那後來就是外科講說 那你腹腸科你要不要開 我說是盲腸你們的 對啊 要不然你們一起進去看 對啊 然後後來就在跟產婦討論 就是說可能要 我們叫剖腹彈探查 就是開進去看什麼問題 你就有發炎 你的腸胃症狀又有 然後又痛在上面怪怪的 就是位置不對 因為他盲腸的位置已經被 整個腸 肚子已經被推上來了 那後來就是討論完 跟外科還有我們 然後也跟產婦 最主要是產婦要同意 那他痛的已經沒辦法緩解 他已經痛一兩天了 不得已他才來 後來就決定真的開進去了 他開進去的時候 果然看到 那個盲腸已經破掉了 在上面 他那個膿都流出來 那時候 那就致命吧 對 那時候再放下去 就附膜炎 對 就很嚴重 他就那時候開進去 我們兩個的感覺 還好有開 王醫師請教你 你有沒有什麼食物是不吃的 食物 因為怕危險所以不吃 比較 比較 比較少 看給你打個槍 幾乎都會問 劉醫師有沒有 我應該也是多吃 但是有一些比較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媽媽做那個燉鴿子 鴿子的肉說要吃 我們那個 因為他還加中藥 所以那個聞到會怕 所以小朋友就拒絕 不吃 嘴巴不打開 後還被罰站 那你是那個是要吃怎樣 吃補身體 小孩子嘛 就怕身體太肉 媽媽都會燉一些中藥什麼的 所以你是 是鴿派 拒絕鴿派 那像劉醫師像你是醫生 生病的時候會不會挑醫師 生病當然要挑醫師 所以你們都知道 好醫師在哪裡 要知道 某個醫師 醫師都有特性 他對某一方面特別專精的 還有他的脾氣 你不能亂問問題 你是醫師也不能亂問問題 你問得太離譜的 有的人來過 看診 看完了之後 然後最後 我說還有什麼問題嗎 從袋子裡面拿出一個 醫師這個可不可以吃 不是 我是說你 你去看醫師 我去看醫師 當然要挑 當然要挑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 哪一個是好的 哪一個是比較 很難 一般來講 也是要醫界 自己才會了解 自己才會了解 那個好壞會差很多嗎 好 會差很多啊 好的醫師 好的醫師願意跟你溝通嘛 因為說實在 你去看病是看你啊 對啊 不是醫師叫你做什麼 不是啊 所以你的表達要充分 他願意充分花時間 能夠了解 這是第一個重點 了解完之後才能解決問題嘛 對對對 是這樣啊 有的非常 非常這個權威 你去那邊兩句話 不太敢講 他耽誤他的時間 問題 問題都還沒講完 他叫你做什麼 可以嗎 可能自己心裡都不太願意 了解 那你就找 一定要找院內的嗎 不一定院內 其實我們各醫院 都有熟的醫師 就是看看你是哪一個科 哪一個科系 因為大家做什麼東西 我們比較了解 所以你如果看到 那個不好的醫師 可是他又滿整 你會覺得 好笑 我們也不能講什麼 這個 基本上 他的受重 他的病患 都能接受他的治療 這就是一個好的結果 那王醫師你也是這樣嗎 對啊 一定會挑 像我們這種很專業 我當然都知道 哪一些醫生是 不要說好和不好 他在這個領域 是比較專門 然後你要知道說 他是哪 因為你生病 你大概知道 猜是那一些問題 所以你就會找 這個方面比較專精的人 對 因為他 那那些你認為 比較不專精的 也都滿整嗎 有的會 有的不會 甚至有一些可能 你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 他會這麼多人 怎麼可能 類似類似 那我們就尊重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 跟病人應對 那他有他的能力 一定也會治好很多人 否則不可能 對 你要有 真的有效 才會人家繼續跟著 如果你今天一次沒效 人家之後就跑掉了 真的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